好的啊 今天的话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因为已到了时间到八点钟了啊 还有的话 因为今天的话 同学已经知道 是不是我们要画新的一个物体 就是说啊 要画苹果要生色了 那上课之前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的底稿有没有去画 底稿有去画的同学 给刷头先画啊 你们都很棒 底稿有去画的同学 给自己刷头先画 不要刷给自己刷头先画啊 因为我看到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的底稿 比以前画的好很多了 有没有 有吗 因为我今天给很多同学 看底稿啊 我发现你们现在画的这个底稿 比那个花棒呀 画的是好多了 花棒很多 很多同学都有问题 但是底稿的话 这个苹果的这个底稿的话 还是像那么回事的 虽然说还是有问题 但是已经好很多了啊 另外的话 如果有同学们 你们自己在画这个苹果的底稿的时候 如果是找不到方法去画 那你可以来找一分老师啊 记得吗 可以来找一分老师啊 不懂得这个方法的话 那我们这里有没有同学是 你在画底稿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找到方法 还是按以前的方式去画的 有没有 有的话可以给老师刷一个爱啊 并且把你的问题啊 告诉给老师 好的啊 眼睛受伤了 看不清楚啊 那你要注意你的眼睛了啊 受伤了的话 很危险的啊 嗯 好的啊 那我们有没有同学说 老师你底稿还不会画的 就是方法还没有学会的啊 一定说等下上课 或者说下课的时候 你私聊我 好吗 如果没有底稿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学到我们今天的新课了啊 我们来上次 好 因为我们上节课 是不是已经把苹果的这个颜色去找出来了 所有同学们还记得 我们上节课所找出的颜色是哪一些吗 还有没有阴线 如果有阴线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爱啊 刷一个爱 如果有阴线的同学给老师刷一个爱啊 有阴线是吧 因为有印象就好 因为我的话也不重复的去给你们解释颜色啊 因为这一些的话 就是我根据我们上节课 同学们你们自去找的彩线 把所有我们需要的色彩 全部给他找出来的彩线表 其实也不是很多嘛 就是一个黄 就是一个黄色系的 一个红色系的 是不是 还有一只蓝色 一只绿色 跟一只肉色 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颜色 是不是 很简单 就是只要这些颜色的啊 好了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在我们上色之前 我们正式做释放之前的话 老师要给你们招一下 你们怎么去叠色 这个叠色的话 因为以前有跟你们说了线条 还有叠色的一个前后逊序 所以你们看一下 我们所用黄色系为主啊 就黄色系为例子 首先的话 我们要学会 就是上色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是由浅色 由浅色 过渡到重色的 过渡到重色的 这个的话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吧 为什么我们画彩线 要从浅颜色 再画重颜色 知道吗 如果知道的话 给老师刷个1 不知道的话就刷个2 因为等一下的话 老师以这个黄色 就是为释放 对 刷1 刷1 好了 基本上都是刷1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同学刷爱的 是吧 有一个同学刷爱的话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说太多也没什么用 我们就拿脸只彩线 做一个小的一个释放 你看这里是一支浅色 一支重色 是不是 一支浅色 一支重色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我首先 我画的是黄色 这种浅颜色 我再用这种稍微重点的这种红色 这种橘红 橘红的颜色去叠加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橘红的颜色 它不会完全把下面的色彩全部覆盖 它会透出来一些 因为彩线它本身有一个特征 它就是半透明的 你看这次先画浅色 再画重色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鲜化重色 我的力道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鲜化重色 再画浅色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鲜化重色 再画浅色的话 这个颜色变化的 它就不是很大了 它就失去了我们所要 一直要找的这种叠色的一个意义了 因为彩线它有一个半透明性啊 就是说我后面画的这层重颜色 它是遮不住我们下面这层颜色的 它会把它透过来 把它透过来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 如果是你先画重色以后啊 画重色以后 你们看一下 先画重色以后 再画浅色的话 因为重色还是有一个透明性的 是不是 浅色也有 是不是 所以我们黄色的话 你看它的透明性 它就全把下面的这种黄色 这种红色给透出来了 这种红色给透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看到的这种黄色 它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先画这种浅颜色的时候 我们再来画重色 它重色的话 它也会透啊 也会透过来啊 但是重色它本身的颜色比较重 是不是 所以它再透过来啊 黄色透过来的时候 它自己还会参加的一种颜色 所以会让我们的画面 这个色彩它变化的大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叠色的话 它一般的这种规律是 先浅色再重色啊 但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先重色再浅色啊 也有的时候可以用的啊 好 说到这个的话 公平明白了吗 我们平时我们的颜色的一个选顺 是什么样子的啊 明白的话 给老师刷一 刷一个3吧 这个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上次的过 一个过程 有浅色 到重色 好 明白了啊 有没有同学是不明白的 如果有同学不明白的话 你就再问一下啊 好的啊 这是我们上次的一个兴趣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叠色是怎么去叠的啊 叠色是怎么去叠的啊 我们稍微的话以这个苹果啊 随便找个地方 随便找哪个地方呢 找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一点啊 找这个地方你们来看一下啊 我的鼠标所点的这一类似这一块区域啊 类似这块区域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颜色的话它不是说一种颜色就能到位的 它有的时候它需要去叠很多种 那我们怎么去叠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一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这种比较浅的色块 先用这种浅的这种色块 轻轻的啊 第一变颜色一定要够轻啊 记住一定要轻一点 因为第一变颜色你画重了 后面的话就很难去画了 第一变颜色画轻一点 慢慢的话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块颜色里面 它有一点棕黄的色彩 所以说我们就稍微的 加到一点点棕黄 一点点棕黄 再你们再来看一下 一点棕黄以后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会发现 哎老师这个里面我感觉偏红色呀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橘红啊 橘黄 用橘黄先去进来上一遍 或者如果你觉得橘 这种橘红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点啊 这种比较红的颜色会多一点 那你直接可以用到我们比较重的这个橘红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把颜色进行一个不断的叠加 所以它最后它就叠出了我们所需要的颜色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叠色的一个规律啊 对颜色叠啊可以先叠重色再叠青色嘛 好我们上代自己如果你以后把基础学好了 以后你自己再画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先画重色再画浅色 但是你现在的话你还没有把基础学好的前提的话就先不要去尝试啊 你先按照老师的一个方式先叠浅色再叠重色OK好吗 好了所以你们看一下所以我们叠色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照老师现在所叠的这种方式 所叠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叠加 去进行一个叠色啊叠加啊 这个的话是苹果的红色区域啊 你看这种这种有一点点偏这种黄色的这个区域的话 苹果的这个地方它也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说我最开始我可能叠一层 最开始我叠一层这种柠檬黄或者说这种浅黄色都没有关系 先得上一层柠檬黄或者浅黄色 在这个基础下面的话我们再用到这种 你看它里面其实有点点偏绿色啊 有点偏黄绿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彩铅啊 用彩铅 哎我的黄绿呢 啊用到黄绿啊 我这没拿到黄绿 所以用黄绿稍微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再去叠加一下 但是因为它这里整体来说它是偏一个 这种啊这种黄色系比较多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不要用红色了 如果你发现这个颜色有的地方会多一点会重一点点 那你可以轻轻的用这个棕黄的颜色再去叠加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苹果窝的这个色彩给叠出来 给叠出来 所以说这里的话同学们基本上啊 了解了我们的上次的一个讯息 啊了解了吗 基本上能够了解我们等一下画苹果是怎么去画了吗 因为我先把原理给你们讲一下 等一下我在画的时候你们才有一个这种思头绪啊 不然的话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老是在画的时候看的看不懂 看不懂啊 对 看不出绿色是吗 好了我们这里同学都看 你看这苹果窝的这个地方 因为苹果饼的话 一般饼的话都是呃有点偏绿色是不是 所以一般在苹果窝的地方它会有一点黄镜的感觉说它里面会有一点点偏黄绿色的 偏黄绿色的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我鼠标所点的这个地方 它有点点偏绿色 偏这种黄绿色有感觉到吗 有感觉到的话给老师刷一个爱啊 刷一个爱对 如果有同学没有感觉到的话没关系 你先静下心来你再去盯着它看 你就会看到哎呀好像是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啊 嗯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不是很特别特别认真去看的话 它可能看不出来 这个是很很正常的啊 好了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边示范啊 边示范 边给你们剪啊 你看还真有是吧 嗯 好了 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底稿放出来啊 底稿放出来 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 需要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所有的这个线稿的话 都是铅笔印 都是铅笔印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不是说去画 你把你的线皮泥拿出来啊 把你的线皮泥拿出来 因为在画面中 它绝对不能出现铅笔印 铅笔印的话是会让我们的这个苹果 颜色是会变得很脏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不要干什么 就是把它擦掉 你擦我擦的时候啊 啊 这就会给你们说一下啊 因为以前就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是有的同学啊 太可爱了 他一擦全部把它擦掉了 真是不行的啊 真是不行的 你在擦的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要保证自己能够看到 你看比如说我现在的话 我擦的这种程度的话 我自能够看到 或者说我们有同学很聪明 就是你画一点擦一点 你画一点擦一点 也可以也可以好不好 说这个的话你要注意啊 你看我现在的话 基本上你们能看到吗 你们好像有点看不到啊 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形 基本上只有我没看到 等一下我用铅笔印擦掉以后 我会用 我会用彩铅笔给你们勾一下 给你们勾一下 让你们看清楚啊 你们自己就不要这样勾了 就我给你们勾一下 你们自己的话 就直接按照你们的铅笔印去画 把这个铅笔擦掉以后 肯定会有一个印记的啊 按照这个去画就可以了 对 为什么不用印把那线笔擦呀 啊 我们的名同学 你想一下嘛 这个线笔擦一擦 这还有吗 因为线笔你它本身就是不是很干净的 就擦不了很干净那种感觉 如果你用线笔一擦 那什么都没了啊 那你可能之前画了两个小时就白画了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紧啊 你看我们先用这种 哎呀我长慢一点 不然我等下自己要重新找型了啊 好你看把这种 这种铅笔心给它擦掉啊 最好的话 最好的话这个印字印记的话 我们一定不要擦的太多了 还有的话你们可以边画边擦也是可以的 啊 为啥不用一般的线笔擦呀 好我们的蜡血啊 你老师不是说过了吗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好了啊 你看为了让你们看清楚的话 我擦掉以后我用 呃彩铅笔心去再去勾一下形好不好 因为我怕你们看不到了啊 好我擦掉以后的话 我用彩铅 我就随便拿这颜色 拿一只啊红色吧 我去勾一下啊勾一下这个形 啊擦完还有牙痕笔啊用啊 因为它是你们有没有追到 这个它有些小点点的啊 好擦完以后的话 我再用红色的彩针 我就勾一下 你们就不用勾了 那么你们就不用去勾 因为老实怕你们看不到 所以我这里特地给你们去勾一下形哈 我稍微把这种比较 嗯特质比较明显的这种地方 我觉得我的话 以后要给你们用彩铅起形了 你看我稍微勾一下 你们就不用勾啊 因为你们自己能看到 啊这勾形我有点紧张啊 我怕万一不小心勾错了 你们千万不要去勾啊 因为我是怕你们看不到啊 你们自看自的画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所以说你们不要去勾 我去勾一下就可以了 好现在你们看一下 大的形可不可以看到呀 你们来看一下大的形能不能看到 对能看到的话可以给老师刷个一啊 因为我怕这个苹果锅这已经勾的话 应该大的形你们还是呃可以看到的吧 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啊 可以看到是不是 那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就不勾心了啊 不勾心了 好这是第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铅笔去擦掉 擦掉以后的话 我们拿出我们的鸭痕笔 鸭痕笔的话 这里的选择是很多的啊 选择是很多的 如果你有牙签 用牙签啊 如果是你有这种没有水的这种 呃 这种圆珠笔 圆珠笔你就拿出这个来 你看我是有一只啊 没有水的这种圆珠笔 看到没有 画不出水来的啊 已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只笔了啊 嗯 凑凑啊 好 那我们怎么来压痕呢 压痕的话我这里先给你们剪一下啊 压痕的话 它是你在没有上任何颜色之前 你就要压痕了 你千万不要等到你 就是已经上了一层 上了一层颜色 你千万不要等到你已经上了一层颜色 或者上了两层颜色了 压痕了 哎老师我忘记压痕了 怎么办 我就压压痕嘛 这个时候就没用了 没用了 因为我们压痕的原理是什么呢 压痕的原理就是把这个纸 把这个纸往里面压进去 等一下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 它就把里面这种小点点 里面这种白纸去就画不到 所以这样的话也很自然的形成了 这个苹果的这种白点点啊 白点点 这个原理的话你们懂了吗 对 牙签不好用 牙签没有手好用啊 没有我的笔好用 说好了哈 现在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把我们再采成 这个苹果里面的这种小点点 用力的去压下去啊 这个点点的话 你可以根据这个原图的点去压啊 也可以说自己去自由的显现一下 发挥一下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说 跟着原图走吧 原图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的有直观参考吧 嗯 啊你只有牙签呀 901啊 那如果只有牙签的话 那还能怎么办呢 哎你们压这个小点点的时候 用力一点点啊 这个力道是比较适中的 你不要压的纸都破了啊 就原来是适中一点点你看到老师的纸啊 啊这个闭玉点的点能排啊 它是没有这种没有规则 随便你们排 但是你可以稍微的去参考一下圆图啊 我的话是随便我自己排的 不要排得太密了啊 稍微有意思就可以了 还太密的话会给人感觉这好恐怖的 因为我下面垫的是一个比较软的这种垫啊 这种做垫啊 说这个点点一点下去感觉就很容易压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用力了 你们的话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啊 还有的话这个点点你千万不要点到排列啊 不要排左排一下右排一下 像小朋友排在一起的 它是错落有致的 所以我们在点的时候尽可能就是错开 错开啊 对错开啊 不要给它排 不要去排它 让它错开 因为你们会发现 这种苹果本身 它就不可能说像 谁去排的一样是不是 它是很 非常自然的分布在这里面的 我们在排的时候也要给它自然一点 就是非常就是随意的去画一点啊 而且你们在点的时候啊 有个小技巧啊 就是你在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点一下 这种拖一下 千万不要点一下拖一下 懂了吗 千万是这种直的那种 点上去以后往上面抬 这个能懂吗 就点你点任何东西的话 如果有糟点的话 你都是点一下 你抬上去 不能去脱个尾巴啊 脱个小尾巴的话是很丑的 好 这个的话是一些小的技巧 以后你们加坏其他的物体的时候 也是要记住的 对 老师不说你又放了呀 啊 那就放就放了吧 下次你就记住了好不好 好啦 那我再点几个我们就可以上色了 你们有没有点紧张呀 好啦 现在的话这个苹果已经点的 可能有的同学有密集恐惧症的啊 那怎么改了 这个点点点下去是改不了了 就没关系点就点了啊 点就点了 没有关系的 啊 念不不用点吗 这一边的话是没有的啊 这一边你们看到没有 点点的话 基本上在暗部 还有这个固有色比较重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一边的话 这个念部是比较少的 所以的话我们就不点啊 不点 好 今天特别高清啊 不是每天都这样吗 好 每天都是这么高清的 只是以前没有给你们来 这么嫌弃的做方法 却没有把这个圣 圣图放这么大嘛 是不是 老师你们那里有照唱歌的 好久也学一学 好 反正我是不感兴趣啊 你们可以听一下 因为反正你们有这个福利的 反正 冰德伊菲老师上课 绝对可以听到歌声的 对 好 笔触末了 老师很尴尬好吗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 第二步了啊 先把这个 签笔印擦掉 第二个的话 把这个 苹果的小点点给他点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上色了 上色的话 我们从黄色系开始上啊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圆图 整个苹果的话 基本上你们会发现 它都是有这种黄色的 是不是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从黄色系开始入手啊 我们黄色的话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404 我现在的话会减笔号 404 你们可以跟着老师画 也可以不跟啊 可以看着老师画以后 下课以后 你跟陆波画会好一些 但是牙签不好 你们要保持你们的圆珠 比是没有墨水的呀 如果有墨水的话 那那还怎么办呢 那你那你再用完呗 这是一件很干贷的事情啊 我觉得 好了啊 这个小 这种这种东西的话 你们下课就解决了哈 我们下课就不剪了 现在我们用它啊 我们用这种 这叫什么黄呀 404还记得是什么黄吗 404同学们 记不记得是什么黄色了 纸垫有什么用 因为我的铅笔印很浅啊 我把我怕用手把它擦掉 所以我用这个 硫酸纸去垫一下啊 对 柠檬黄是吗 404是柠檬黄呀 你不要吓我了 你不要吓一菲老师好吗 一菲老师 有点怕哈 有点 好 等一下这个电脑有变平了 天呐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想电了突然啊 我的另外一个屏幕突然灭屏了啊 你们等一下 好了 吓到我了 好 404是 404是什么黄色你们都不知道了吗 404浅黄呀 404浅黄色呀 我们同学们你们的色卡去哪里了 如果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把你们的色卡拿出来啊 咦 你们能看到我的画面吗 好 同学们能看到老师的画面吗 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在动吗 咦 咦 哇 醒头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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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3 2 2 1 4 3 4 4 4 6 5 5 6 5 6 哎呀 咳咳咳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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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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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啊 这样的话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刚才老师的网不行啊 刚才网不行 我退出去了啊 他把我给弄退了 对 回来了啊 你们刚才做了什么呀 是一个小的误会啊 可以听到声音是吧 可算回来啊 不要着急 因为刚才错了点小bug 就老师的网有点看 说网不行啊 所以把我给清退了啊 我又很坚强的回来了啊 对 你刚才在找老师啊 那不是在听旁边的帅 帅音乐的老师在唱歌吗 好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进到我们的课堂 不要着急好吗 嗯 现在的话你能 能听老师的声音吗 现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没有问题的话给老师刷头画画啊 刷头画画 我们就继续了啊 继续了啊 时间不等我们 我们就继续了啊 好了 好了 我们刚才说了 404的话是浅黄啊 它不是柠檬黄 是浅黄色 是不是 好 404的话 你看 像苹果窝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给人感觉有很明显的 就是这种浅黄的颜色 我们就拿出404啊 或者说 其实407也可以的 因为它们的颜色很雷同 是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啊 就多用点吧 就复杂一点点 我们先用404的话 整体的在苹果窝这里上一层的浅色 而且 这里老师要问一下你们了哈 就是我们怎么去算这个颜色呀 我们是不是跟着这个苹果窝的这种结构 苹果窝的这种结构线去上 你看看这个地方的话 明显的苹果的结构是从上面往下面啊 因为以后的话 很多同学都会说 老师 这个苹果窝画不好 所以这个苹果窝画不好 你们就要认真一下啊 这里的话 一定是从这种圆弧线 这种圆弧线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由这种平面往下面慢慢的圆弧线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画 你想去哪吃的是吧 下一次你可以去啊 对 今天唱的难题 因为今天不是那个老师了 好了 你看 现在的话 慢慢的话 我们先不要过多的注重它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把这个色块给它找出来 就是说有黄色的这个地方 我都先轻轻的去上一遍 轻轻的啊 记住这个词 轻轻的 不要一下子就是画的很重很重 还有一个话 这个你们看到没有 这种水滴的话 轮廓像是不能像老师 刚才特地去压得这么重的 所以我这里还是要擦一下 太重了啊 太重了 它会影响 等一下 最后我们画水滴的这种效果的 我们要擦一下 好 再根据苹果的这种结构 把这种比较面的这种黄色啊 就是我们的淡黄的颜色 给它稍微给它带一下 而且你们在画这个黄色的色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苹果它哪一些地方偏黄色 会多一点点 好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的型 一定要去画眼景的 因为它有这些地方的话 它就偏的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就画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偏的很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不画 或者说等一下再画也可以 你看这个地方也有啊 啊 今天我带走一片云彩 你们要云彩干什么呀 好 这个我故意画的这个线 我觉得有点影响我的画面啊 看不清到底画了多少黄色 我这个黄色画的是很浅很浅的一种 一点点 我这个黄色只有一点点 你们可以看到吗 你看 只有画一点点 很轻很轻的一点点黄色 对 只上苹果黄色的去 如果这里的话你没有看到黄色 那你就不要去画啊 那你就不要去画 我们只把黄色区域的这种黄色 比较浅的那种黄色 先轻轻的去化一点 这也是一样的啊 往下面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慢慢的话 因为黄色区 它不止只有这个地方啊 这个下面 它也是有一点点的 所以上去还带一点 注意这个形啊 注意这个形啊 不要画出去了 还有的话 这个底稿啊 这个底稿 已经很烦的事情 就是 哎呀 这铅笔又不擦掉 又影响 擦掉又看不清啊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是不是 好 你看 这下面的话 它也是大 有一些是偏黄色 我们也是跟着这个结构像 结构像是圆弧 不是吧 所以我们再画的时候 跟着圆弧去画 我现在用的是404最浅的那种颜色啊 啊 苹果我还不会画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大四块给上网 这个黄色的话 可以稍微啊 就是 最开始画轻一点 等一下 我们根据画面的需要 我们去加重它 你不要一下子 你就把这画的 死黄死黄的 那就很尴尬了啊 那就很尴尬了 再加上 这个水滴的话 自己注意一下水滴是鲜牛 鲜牛白的 水滴鲜牛白 先不要去动它 对 水滴都避开 水滴都避开 这种暗部的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太小心了 暗部的话如果是有点 就是化妆也没关系 但是暗部的话 最好不要用太念的黄色 我们这种黄色就轻轻的 就化一点点就算了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遍色 第一遍色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先用我们这种比较浅的 浅 这种浅黄色 先在整个画面最练的 最黄的这些地方 我们先轻轻的加一遍 这种黄色 这个红色地方的话 你们 你们这看不清楚吗 基本上黄色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化了这一图 你看 你们可以看圆图呀 看圆图哪里有黄色的话 一会老师 就会用笔去带一下的 你看到没有 哪有黄色 我们就会用笔去带一下 因为这个黄色太浅了 所以你们有点就是说 会影响你们看啊 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不能先用线条去把笔稿给勾了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你在红色区的话 你不小心去画到了没关系 但是你等一下要保证 你能够看到你红色的一个笔稿 红色一个笔稿 这种地方如果是红色区域的话 被盖住了没关系 因为红色的话 等一下我们可以加重它 用红色画出来 那种水滴是绝对不能去画的 要留出来 要留出来啊 那个朗老师唱歌确实有点惊讶啊 没关系 你们听一下嘛 就是因为有了朗老师声音 才显得一会老师声音好听嘛 是不是 所以你们稍微就是 不要太接一了啊 你看 像这种地方的话 如果是你看到有了 你看到有了这种黄色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去加一点点的啊 因为它毕竟是成非常浅的黄色 它不会影显的 啊对 像这种红色的地方的话 你去像这种面部的地方 你去加一点点黄色 是没有任何影显的 但是啊 但是这种暗部的地方 黄色就不要去画太多 因为这个颜色是很浅 如果是你这里画多了 等一下纵色就叠不上去了 对 纵色就叠不上去了 所以这里的话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灰画的时候 第一面浅色 你要根据它的画面的一个 第一个 它有哪些地方 有浅色啊 有浅色 我们就在这里的地方先把这种颜色 先去画上去 好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而且你在画的时候 你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这个结 这个结构线 按照这个结构线去运笔 好了 这一步的话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1啊 没有问题的话 刷一个爱吧 所以1的话已经刷过了 你看我这里没有画很多黄色 因为等下我还会用到中黄去加一点点啊 老师你的网线有可能虚了 网线 网线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的底稿虚掉了吗 这个底稿本身就不应该存在的了 只是说我们有需要它 嗯 刷1方便一点啊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刷1好不好 下次刷1啊 好了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其实可以用到稍微重点的 这个407号色 407号色是我们的 不能带到底稿化 因为带到底稿化的话 带到底稿化的话 它是会很影响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画面的会感觉很脏 对很脏 哎呀的话你们看一下 我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我是可以看到我的底稿很清楚的 因为这个屏幕的话 它可能想反馈到你们那里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 因为本身黄色就是一个很浅的颜色嘛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 这样的话会清楚一些吗 这样的话应该清楚一点啊 对 这样的话应该很清楚了吧 你们看得清楚吗 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了 我的屏幕也可以看清楚了 这个很明显就知道哪里有黄色了 老师你画黄色的地方有铅笔印怎么画 一般来说是不能出上铅笔印的啊 但是我也不可能全部擦完 所以有的时候会残留一点点 我就稍微能够注意到的话 我就注意一下 如果实在是注意不到的话 那我等一下 就是这个铅笔印的话 我再擦一下啊 或者说用红色去盖一下啊 去盖一下 懂了吗 用红色去盖一下也可以 你看现在还可以再擦掉吗 对 407有T代色吗 4075 如果是如果404没有的话 那你就直接去用这个40404画好吗 好了我们现在用407啊 我们的这个柠檬黄干什么呢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靠近这个苹果的左边 你看这个地方哈 它的颜色是重一点点 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话 你稍微可以把这女花重一丢丢啊 一丢丢 好你们能看清楚吧 这个我觉得 这个好像也没有说很暗呀 还有这个苹果比的这个地方 它也可以稍微给它一点黄色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寿光区 说它颜色比较重啊 所以我们先不管它 如果是同学们有看不清的 你调一下 看能不能调一下屏幕啊 好不好 好了 我们适应啊 适应其实它不会有很多地方 它主要是苹果窝的这个地方 以及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这个水的这个颜色 它会黄一点点 所以我们稍微给它一点点的黄色 应该可以看清楚吧 我都怕你 什么什么情况 哎呦 这没关卡呀 给小组 还不见 还不再诅明 不能再留NAD 就是我 好的啊 刚才又不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今天晚上这个网线一直在 感觉还一直在吊烟的啊 我又没碰它 所以刚才又闪退了啊 大家又要找我了 我就是一秒钟不见了好吗 你们现在能不能看清楚啊 依芬老师只是出去了一秒钟好不好 可以看清楚了是不是 对 可以看清楚了 那我们就继续 因为黄色它有的地方要重一点点啊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机会上面 我们稍微把这个颜色加做一丢丢一点点 一点点 加重一点点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以下就是要不就网不行 要不就是我 哎 算了 今天可能是因为时期的话 今天不是第一节课吗 是不是 它可能有点没适应过来啊 没有关系同学们啊 它有可能有点没适应过来 是不是 我们就不要理它 我们就继续上我们的课 稍微用这个颜色啊 如果是你不想用到这个407啊 这个柠檬黄的话 我们就不用 我们就直接用这种浅黄色就OK了 等一下我们再用棕黄 再去加一下这旁边的色彩 好 你看这一支的话也是407啊 看到没有 407 好 用它的话轻轻的在这个机器上面再加重一点点 是不是 好了啊 这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我们这个 诶 我刚才说我们这个 这个 带有点黄绿色 把黄绿拿出来啊 因为像这个地方的话 明显就是偏点绿色 说拿出这种浅的黄绿色 稍微用到我们这个 还有这个苹果蒂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在黄绿啊 好的 怎么了呀 你们能听到老师正常上课吗 今天晚上啊 啊 你快回来啊 我们的 啊 你们快回来啊 不要出出烂了啊 好了 这个苹果蒂的话 我们可以先加重一点点 因为它的颜色很单调啊 就是你加点这种 啊 这种黄棕色 中黄啊 中黄色啊 这种487号色 用它稍微加重一点点 啊 对啊 对我们的这饼的链部啊 它不是牛白了啊 同学们 它不会牛白 这里的话 一开始我是用到浅黄色 加一层 第二次的话 我就用中黄啊 这种 这种稍微重一点的黄色 我们的柠檬黄再暗部加一下 等一下的话 我要用到这个中黄啊 陆波会不会这样 陆波不会 陆波不会啊 陆波不会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中黄色409啊 看到没有 409 中黄 用它干什么呢 用它的话 我们因为刚好苹果蒂的位置是很多 我们稍微处理一下 稍微处理一下 把这个画重一点点啊 好 慢慢的话 用这种中黄 稍微的去 比较重的这个地方 稍微加重一点 这是第三层颜色了啊 因为这个苹果 它是有个特质的 就是 黄色跟红色先见得出现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 现在的话 用中黄稍微的给它 加重一下这种过度的这个地方 也是用笔按的这个结构来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 像这种中黄的话 因为它的颜色稍微重一些 它基本上就会处理在这种颜色啊 是这个苹果的一个 红黄交界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多一点点 对 摘到黄色上面 稍微也可以往旁边延伸一下啊 因为这个中黄是比较重的 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暗部如果有黄色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中黄去画 我们在高光给我们的这个水滴是流出来的啊 中黄是409啊 409 看到没有 409 对 全部加黄色吗 全部黄色加重是吧 对 基本上你要根据画面 你看这种地方的颜色它是比较浅的 那我们不要加太多 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颜色稍微重一点点啊 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 哦 五个伊菲老师在讲话呀 而且像暗部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加一点中黄 为什么 因为暗部它里面绝对是含有中黄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管它是不是已经红色啊 不用管它 我们就可以整体的给它加一点这种中黄啊 因为中黄这个颜色它是比较 它不是那么练 它没有这种浅黄色练 所以它的话可以在暗部也可以加一下啊 而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啊 用这种中黄在暗部的颜色 暗部的黄色色块也可以加点颜色 如果是你们实在控制不好说 呃 留不出来 那你可以整体的去画这个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在用笔的时候一定是跟着这个结构线去用的啊 这里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对 啊 像中黄的话就没有必要留出来的 因为中黄的颜色是比较重的 说它可以加到黄色里面啊 加到红色里面 它的颜色是比较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的一点啊 说它的颜色是可以加到红色区以内 所以不要过多的去留出来啊 如果你实在是控制不了 没关系 你不要留也可以 不要留也可以啊 你看 是不是 这样画也可以啊 好的 你先充电吧 嗯 好 这里的话有没有问题 这一步就是说 你看我们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把这比较练的浅色区 我们先去换一层颜色 是不是 第二层颜色的话 我们就直接 如果是不用我们的一个柠檬黄啊 不用柠檬黄 我们就直接用中黄 可以把暗部整个色块给它加成黄色 整个色块加成黄色 但是你们不要画得太重了 好不好 第一变色不要画得太重了 它是一个色调嘛 是不是 不要画得太重了 我们就稍微画轻一点点啊 嗯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刷的鲜花啊 你们很办的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给老师刷的鲜花啊 而且你们在用笔的时候 一定给它结构走 如果有问题的同学 你们就把你们的问题给提出来啊 把问题给提出来 好了 画完这一步的话 我们慢慢的我们开始 因为你们有没有觉得整个画面它红色也不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拔到我们的肉红色啊 因为肉红色换哪里呢 肉红色换这个苹果窝的这个地方啊 啊 肉红色 我们的430号色 肉红 我们稍微处理一下苹果窝的这个地方 它是作为红色跟黄色的一个交界的中色啊 中间色 看到没有 啊 对 啊 对 肉红色比这种浅黄要重吗 啊 那它不比它重吗 孩子们 黄色系是最练的颜色呀 啊 用这种肉红色去过渡一下边缘啊 过渡一下 啊 过渡一下 它也是 你看最开始这种区的话 我们是没有画到太多的红色了 是不是没有画红色 所以我们要 这种黄色与红色有一个过渡 所以我们用它啊 用这种红色 稍微往正面边过渡一下 稍微往正面边过渡一下 苹果窝这个底下啊 找下这种条纹 是不是 对 肯定是红色看得清楚一些呀 但是我们的黄色也不能说不画它嘛 它也是存在的啊 特别是这个地方啊 你们现在的话要注意 为什么画苹果我画不好 就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弧度的过来的 它是一个弧线 嗯 它是一个弯曲的弧线过来的 它不是平的过来的啊 它是一个弯曲的弧线过来的 它不是平的过来的啊 线条的话 线条尽可能的就是 还缜密一点点 还密集一点点 还有的话 你看啊 这个苹果这里是不是有些细节呀 我们刚好用这个肉红色 我们是可以找一下了啊 找一下了 对 第一层颜色不能画中 后面我们就画中就可以了 前面颜色不能画中 因为前面颜色一画中的话 后面你第一个叠不上色 第二个的话 颜色很难去画得很丰富的啊 好 现在的话用这个肉红色往旁边慢慢的过度一下 就作为一个中间层次的颜色进行一个衔接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上去画中色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苹果的固有色 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这里错开它啊 如果有苹果的固有色 是很很艳的这种黄色 或者很重的这种颜色 没有这个颜色 那我们就错开它 你看这个黄色的 这个肉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 就在里面稍微给它画中一点啊 好 这一步的话就过度中间色了啊 这有没有问题 把肉红色把苹果窝这里处理一下 把苹果窝这里处理一下 因为等下下去其实很多会有肉红色的 但是我先不用肉红色去画了 因为你们看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的话啊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就用肉红色啊 这种肉红色去处理一下苹果的啊 苹果窝的周围的这种浅色块 让它这种红色 用黄色中间的过度色去找出来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对 哦 肉红色的话是430 430 没有问题给老师刷一个1啊 因为我的话看你们还是看不清楚 说了我先用稍微 稍微重点的这种橘红啊 这种橘红或者橘黄都可以啊 我先把这个红色的四块给你们找出来啊 不然的话 我怕我们同学们又头都在昏了 因为一直没看到红色的啊 是不是 你看我现在的话 我就稍微用着这种 诶 这一只416号色啊 416号色的话是哪一只啊 你们看一下 是橘红啊 是橘红的颜色 对 不需要画出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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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苹果它有这种条纹的话 你们可以画出来啊 但是如果没有条纹的话 就是排在线面 好 要不这样吧 因为刚好我们到了9点钟 我们休息5分钟 好不好 我们9点过5分的时候 我再用红色 把我们的苹果的红色块给找出来 这样的话 你们看得清楚一些 不然的话 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看了看不清楚啊 好不好 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啊 如果在这个时间的话 你们有问题的话 就给老师提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提啊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提啊 没有问题啊 那你们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步骤的话 整体的上浅色块的这个步骤 觉得应该不难吧 这难不难呀 这难不难呀 好 自己画的觉得呆呆呆呆呆 嗯 没关系了 我们这是第一幅嘛 第一幅作品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不要着急 我慢慢的来就可以了 我们慢慢的画就可以了啊 对 肯定是这样子的呀 因为第一幅作品肯定就是会觉得 嗯 稍微是还不熟嘛 因为它都是有一个 从这种比较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说我们即开始的话 你们觉得不熟没关系啊 老师多画一点 你们就慢慢的发现 咦 还是就是这样画的嘛 是不是 嗯 啊 啊 需要 啊 可以不用407 如果你没有这支笔就不用 因为407的颜色 你们有没有发现 跟404特别像啊 特别像 见什么了 断网 见这个断网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断网的问题的话 一飞老师也很 我也很忙 我也很 很什么呢 就是很很呆呆 呆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所以你要给看到老师怎么样 把这个颜色一遍一遍的分析出来呀 哦 肉色的话 你稍微不要太用力了 很多颜色我们在叠这种前面的底色的时候啊 因为这前面这几遍色 我们都可以称为底色 它都不需要你用太厉害的力气 我们用力的话 我们是最后那几层颜色 我们再用力啊 好了 你们可以去吃包辣条啊 吃包了辣条 压压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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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苹果的地的话是个圆形 它有个暗部 是不是 有个暗部 所以我们把这个暗部稍微给加重一点点 就可以了 再用到棕色 再用到棕色 这个487号色 用到487的话 稍微这种黄棕色 稍微把苹果地的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它是有点比较重的 所以我们加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用苹果地的话 把周围的颜色去压一下 就OK了 是吧 就OK了 好了 我们就上课了 我们上课了 因为我们同学们 黄色有点看不清楚 所以我这里的话用红色 因为我们的这一支 我们的416是我们的橘黄 用橘黄 我先把苹果的大的色块给找出来 你看用它的话干什么呢 我们黄色跟红色 它总是会有一个不都了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 把红色的色块 我用这种橘红 橘黄 橘红都可以 用它轻轻的 先把这个黄 红色的去 给它上一遍底色 上面底色 我们在画这个红色色块的时候 你就适当的要注意一下 苹果它有些调温了 这个调温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颜色比较重 那你就稍微发重一点点 这个有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苹果的调温 这也是比较重的 那我们再画的时候 我们就画重一点点 而且一定要注意 这个红色色块 与黄色色块的 它的一个分界的地方 分界的地方 怎么了呀 你的设备有问题吗 好 另外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苹果屋 它是一个卷折的 卷折面 它不是直直的垂下来的 它是有点弧度的往下面垂 好 这个416啊 我们的橘黄呀 416橘黄 看到没有 416 我词得到 516橘黄的 416橘黄的 516橘黄的 119橘黄的 316橘黄的 519橘黄的 519橘黄的 520橘黄的 520橘黄的 619橘黄的 730黄的 这里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色块给找出来 这你一定要记得啊 这个苹果的话 它这种红色的色块的一个区域 跟黄色是什么区分的啊 跟黄色是什么区分的 你千万不要画的 就是画的乱七八糟的 还有这个地方的话是苹果的固有色 是很重的颜色 对菊花哈 好你看换红色的话 你们是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水滴呀 就很尴尬了 这个水滴啊 还有这里的话是跟黄色先交地方 颜色可以适当的浅一点 另外的话你们注意一下 它有个卷泽面啊 这地方如果颜色是比较重的 我们就稍微在它这个浅色的时候 也要加重一点 这些橘黄不要生啊 因为它 其实这个橘黄在这里面不是很多 它更多是这种橘红 还有或者说这种大红啊 大红跟珠红的颜色 就是说我这个颜色是 还给它一个底色 那你们区分一下 红色块跟这种黄色块的一个对比啊 是不是 先区分一下这个色块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颜色去加重的 我会把这个颜色去加重的颜色 啊没有声音了 我没讲 我这里没有说话呀 因为我想他这个声区画过来嘛 分之话 你们这都是需要老师讲话嘛 老师也要稍微停一下话嘛 你要看到我的线条啊 看到我的这个笔触感 所以我们等一下换往这边试的话 所以我们等一下换往这边试的话 用彩用眼前半去擦一下这个画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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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师这个线条有注意到吗 我的线条是不是要在这个结构先去画的 所以说我线虽然说没有画很多 但是这个体积感都可以看到了啊 好 像画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适当的要注意一下这个红色的一个条纹的一个区域了 好 这是 这黄色的啊 好 两个不同方向的排线交接触线条 不知道怎么相接 好 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的啊 你看像我们苹果的话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太多的不同方向 它基本上都是从上面往下面的方向啊 所以这里的话你们先不要写太多好不好 等到我们用的是很多的时候老师再给你剪 不然的话你头都会昏掉 现在你看着老师的一个笔啊 这个笔的话都是按着苹果的这种结构 从上面的线条往下面的线条去画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要画了 我要画了 所以我不可能一直跟你们说嘛 好 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用这个浅 用这种比较浅的色 我就说把这种色块区分 不整啊 嗯 这个是我们家的 一个人 一边 我大家一边 我一起 我印象 我那个 我 这个 漫画 我 这 有人说你的学会 你怎么 我 你怎么想 对 我 不行 我 我 你什么 我 好啦 慢着快往下面啊 今天是怎么了呀 又怎么了呀 老师又推出去了是吧 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啊 出了这么多bug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种这种色块了啊 而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充分的去注意这个色块 你们有卡了吗 现在是卡的还是不卡的呀 哎呀 我这里的话 我们是还没有太多的注意到素描啊 我们先是把颜色给找出来就算了 没卡是吧 没卡的同学给老师刷个1啊 我们要活跃一点点啊 不要因为今天都这个设备有点bug 就感觉今天有点有刺无力的感觉 怎么能这样呢 是不是 我们要活泼快乐一点点啊 大雪你不要刷屏好吗 全屏都是一个你都是你的啊 好了 我们画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这种色块了啊 红色的一个形啊 红色的一个斑点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黄色的话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留下 或者说画浅一点点都可以 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这种红色的小色块啊 互动嗨起来 对啊 我们要不如果是你们觉得无聊的话 就是来说一下我们对面的 你们是喜欢上一次的那个老师的唱歌声音 还是说这一次的老师唱歌声音啊 做一下少采访啊 都不喜欢啊 对 压横压出来的啊 这个小点是压出来的 都没有你唱的好听是吗 如果都没有你唱的好听的话 那你说的啊 等一下你再请你去发句你唱的啊 等一下你再请你去发一句你自己唱的歌声 我来听一下啊 对啊 你换了苹果比我大 你换现在肯定要换大一点呀 我先把这种小点点给找出来啊 不然的话等一下 好难去找的 头的 我还是先找一下 等下我自己都找不到 红色块在里面啊 你们在刚才发现了什么吗 这是水融性的效果啊 这就是水融性的效果啊 所以你们平时注意话的时候 不要太讲话啊 不要太说 这是水融性的效果 这是个小小小小的很 很尴尬的事情啊 那我先把这种色块给找出来啊 你们猜是不是喝水 而且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怕等一下我自作找不出来 所以我现在的话 我早点把这种小的这种斑点 这种红色斑点 先去找一下 等一下我就吸牛底了 这也是属于苹果的一个特征 带个口罩是吧 可以啊 带个口罩我怎么给你们上科呢 这孩子 你看看我现在所画的这个区啊 它其实是整个画面里面 比较重的一块红色 它是属于这个的话 明暗真线的一个地方 那我上个多了呀 我觉得我上个还好了啊 带个口罩的话 就是你们听不清楚呀 本来就普通话讲的不好了 你还听不清楚啦 它能上吗 是不是 好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如果是要注意素描关系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重一点点啊 但是我现在的话还没有说去考虑这么多 说我们稍微颜色也也比较浅啊 所以也不要太过于在乎啊 你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重 因为这个地方是棉椒线 你才来老师错过了好多内容啊 没有错过很多内容的还好啊 还好啊 好慢慢的往这边过渡一下 好这一步你们觉得拿吗 就是用红色把红色色块给找出来这一步 用红色的彩线把这红色色块 是不是感觉比黄色容易早一些啊 好 好 天 我发现我们的静眼总是接老师的短 我是不是要杀人灭口 你看这里的话是苹果的一些色斑点 所以我们在换的时候稍微带一下 因为他等一下我找不到 所以我先稍微给他带一下 好了你们看这个步骤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你看是不是 去把这个丝块给带出去 你还夸老师是吧 天哪 我都没看出来你们 你在哪里夸老师 不过确实是这样子的 你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口水 千万不要喷在画面了 因为这个使用性采线 它就是有这种bug 就是说你脏水 它就颜色变很重的 如果你 如果是你知道是喷上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喷上去了以后 一份老师教你那个秘诀 就喷上去了 你不要去动它 等它去干掉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颜色 它其实要这么重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自然风干 自然风干 我们再去画 如果你 你不等它风干 你用手去擦 或者用纸去擦的话 这里会变得很脏的 很脏的 所以我们同学们千万不要 去做这种尝试了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好的地方 这也是老师的一个 多年的喷口舌的经验 感觉自己也画不出来 不用担心 同学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好不好 你问一下孔雀吗 孔雀还是八期的 还是九期的呀 其实你们一开始觉得男是很正常的 你多看老师多吃饭 自己多画几次 你就是 哎呀 还就是这样画的 是不是 肯定第一次接触 肯定觉得难呀 不难的话 那还需要老师教你们 一步一步来画了吗 不需要了啊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 就是很 一开始觉得男是很正常的啊 我慢慢的 我们把这个步骤给学好 把这个方法给学好 你就后面觉得 哎呀 就是这样去画的 你看还有我们的静言 我们静言虽然说是个小朋友啊 但是他的话也是画得很好的 你看这种底部 如果的话我可以线条 我就是呃 可以像我们从左往右的几个线去这样画啊 不用全部这样去跟着 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也可以带一点点 看老师画这种显示是吧 我觉得我们静言同学 我觉得你的脸你可能做了假的 我怎么感觉你不像是14岁的同学啊 这种苹果感觉好好画了啊 对11岁不好意思 被说出你的名字了啊 说出你的翻 你的翻领被我说错了 好这里的话它是以黄色为主啊 说红色只有一点点 我们就带一点点过去了 其实我现在画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还会用红色来叠加啊 只是现在给它一个大的色块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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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小朋友好早熟啊 应该说 你看你们谁看得出 静言是11岁的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 就基本上把苹果的大色块给画出来了 把苹果的大色块给画出来了 画完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如果是你没有棉签棒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用了 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画面 它还是会有一点噪点的 用棉签棒去擦一下 去把画面去柔和一下 我这里的话 因为没有棉签棒了 因为我就用纸巾 现在的话我就可以用纸巾去 这个擦的话 它是有剪揪的 它不是随便去擦的 怎么去擦呢 你们再擦的时候 跟着这个结构线去走 跟着这个结构线你看 看到没有 跟着这个结构线把这个色块啊 给它这种线条稍微擦到画面里面 但是在擦的时候一定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这么去擦 是小范围的去擦 因为这个苹果它不是那种大色块 它不是整个方面都是红的 它只是一个小块 所以我们就擦的时候注意一下 舍不得我呀 只需要弄湿在它 不需要呀 为什么弄湿呀 弄湿的话就像刚才喷口水了 太恐怖了 我们稍微纸是很干的 我们把这个线条擦在画面里面去 它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把这种线条组成一个面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你们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苹果的话 整个这种线的话就柔和一点点了 就会感觉很柔和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就感觉整个画面 现在就柔和在里面了 就不会很突兀 没有感觉画面差不多 差很多啊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线条的话 它永远排不了非常非常密集 它只能无限的去接这种密集程度 但是我们通过 如果通过 我现在老师刚才教你们这么去擦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线条感觉就是已经容得比较好了 是不是 感觉容得比较好了 它会有这种效果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擦一下的一个原因 对不擦的话 这噪点就很明显 是不是我们擦了一下 这噪点先对来说就比较的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这是第一边色 我们稍微可以擦的重一点 这边是我们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颜色很浅的 我们可以稍微就擦的重一点点 揉的干净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下一面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会说你再去擦了 因为下进来这个颜色的话 它就是已经是 不需要我们再过多的去擦它了 好了 画完这边色以后的话 我们就是用稍微重的颜色 稍微用重的颜色了 就今天去靠近我们的原图了 像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这个暗部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冷色 这是我特地要给你们说一下的 这个暗部要加一点冷色进来 加点这种天蓝色 好 这个暗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属于暗部色 我们再换的时候 你轻轻的你可以加点天蓝色进去 这里的话你就不用说是 要不要把牛出来不需要 这里是整个暗部 轻轻的加一遍这种蓝色 这个的话同学们懂为什么吗 因为整个画面需要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暗部的话 为了让暗部的画面更加丰富 我们再暗部加点冷色 好的啊 你你卡的不成人形了 那你就退出去吧 所以这里的话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如果我们这里有同学说 老师我控制不了这个蓝色 我到底要画多重的这种同学有没有 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用去加 不用去加 但是如果你能控制的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加好吗 好 慢的话我们就稍微用重点的 这个猪红啊 猪红 猪红跟这个橘红啊 你橘红在哪里 好 418 418跟猪红跟大红 猪红跟大红都要拿出来了 418 说真的看不出蓝色呀 说真的看不出蓝色呀 哎同学们告诉我 418是多少号色啊 421是吧 418是猪红啊 421是大红 一会儿就直接有橘红再换了 对 好 那我们就用猪红 418 那我们就用猪红418了 把这个色块我们就进一步的 慢慢的给它整体加重 顺道的把这个素描关系啊 给它强调一下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有 嗯 20多分钟啊 我们可以整体的把这个 哎 先把它颜色又一次来加重 加重这个的话 我们也是从这个苹果的这个 苹果窝开始入手啊 又出了个吧 它这里的话就是稍微要稍微要重一点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这种苹果的一个棉光系了 同学们看到没有 光系是从自然打过来的 苹果这里是往上面凹上去的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颜色是不是会重一些 是不是会重一些 另外的话 这个苹果它本身有个固有色 是这边的这半边苹果重 这半边苹果浅啊 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地方的话 颜色会重很多 对 有点眉红的颜色 对 啊 你们看到应该是有的同学会看到有点眉红 有的同学有点 看到有点偏这种 像老师用的这种大红吧 跟猪红吧 因为我这个的话 我画了这个苹果 画了时间比较久了 我就感觉有两个色调啊 你们有的设备看起来像眉红啊 是不是 有的设备的话 看起来它就像我现在所用的这种大红的感觉 水滴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它留出来 这小红的画得太多了 西瓜红 对啊 西瓜红 你看这个的话我们就很大红的可以画纵了 你看这个是它是在于我们最开始画的这个基色上面的啊 这种这种色块上面的 是直接把已经把这种块重的颜色就画重了 这是什么 因为老师最开始擦的比较恐怖啊 所以我现在这个形就是我在边画的时候我可能在边找一下 我先用的是418我们的猪虹 418猪虹啊 考试用 你考试 你看吃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为了保证苹果窝这里它是往下面走的往下面凹凹进去的 老师变考试了 是吧 你打错了 是吧 好 那好 你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加重颜色 这个地方 这个线条 总是按着 这个结构先去画的 哎 你看了没有 这里的话 这个比较重的红色 靠近这个苹果饼的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中间 有一个比较练的 一个小面面的 看到没有 注意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你看 这个苹果的 这个很重的色彩 靠近苹果的 苹果饼的 这个地方 这里是不是中间 有一条白线 一条白的小面块 有看到了吗 有看到了吗 看到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 这个的话 也是区分 我们前面这个面 跟苹果窝的一个光系 所以这个小白色的 这种小面块 一定是要给它 稍微留出来一点点的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就是直接啊 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不可能就直接去勾死它 有没有很多同学 画苹果窝 为什么你出不了体积啊 就是它直接 你看 比如说画一个苹果窝啊 画一个苹果窝在这里 它直接这样去勾 怎么可能会有体积感呢 是不是 直接这样去勾死了 那怎么有体积感呢 所以它其实这样子 它是有一个苹果窝在这里 它其实是这里有个变化的啊 如果是这里有个纵色的话 它是在这个下面 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是比较浅的一个色块 这样的话就会给别人感觉 它是慢慢的啊 这个苹果窝是慢慢的往里面 哎 过度的进来的 不是说直接就是一个直角这样过来的 不是直接就是直角进来的 它是慢慢的有一个圆弧 慢慢的往里面绕进来的 对 有油脂啊 天哪 这是那条啊 好了 这个能明白吗 为什么很多人就画出苹果 我就是找不到点 就很多人就喜欢直接画这种 你看比如说不管是苹果窝 在这个地方 还是说我们把它画它一点啊 它直接这个地方 它也随着 所有的三角都是这种弧线的过来的 你看这种弧线 这种圆弧线往苹果窝下面去的啊 你看都是不同方向的这种弧线下来去的 所以如果有同学 你直接就画成这种直角下去 怎么可能会出现苹果窝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苹果窝的这个用笔啊 一定要去注意了 好不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了 嗯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按啊 是因为老师可能吃辣条吃的啊 不好意思 嗯 好的 没有问题是吧 嗯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啊 继续给它加重 所以它等一下可能还要用到我们的一个大桶啊 我们的大桶去加重 老师可思不要吃 以前吃的嘛 真的是 要接圈老师干什么呀 手藏档画弧线画不好 那你是要去练 因为我告诉你 我们的画面里面画这种直线的真的很少很少啊 基本上都是画弧线的 基本上都是画弧线为主啊 所以你有空去念一下好不好 有空去多念 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像苹果的这种小白点 连就有了啊 你看像白点就有了 好 这里也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圆弧的下来的 这种圆弧线 你看圆弧下来的 就像一个小陡坡一样的 慢慢的往下面陡进来 就像一个小陡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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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圆弧下来的 往这边过渡啊 网一下不好呀 那你可能就是下一次要看一下我家里的网了啊 虽然艺菲老师今天网上也很郁昧 因为我的网你们也知道 今天网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突然出bug了 怕工了 我们今天这节课的话 前面有上一节课 你看我们在苹果的轮廓线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话是有一个往下面的一个面 往苹果下面的一个面 说我的线条就可以这样去画 而且这个地方是往后面走的 说这个线条是可以画重点的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艺菲老师画轮廓线是怎么画的 我画轮廓线的话 是根据它的周围的这个色调的轻重去画的 不会说非常非常坚硬的 就是画一个轮廓线啊 不会去勾线的 请我吃盐肉夹馍 我能说我不喜欢吃肉夹馍吗 我只喜欢吃里面的肉啊 不喜欢撒个饼 因为以前的话我去重庆的时候啊 不是重庆 成都的时候 它里不是有那个很 好像比较出名的叫什么 盐 不是 什么泡膜吧 什么盐 什么泡什么呀 对 不是夹馍啊 是泡 是泡那种磨 那种盐汤泡馍馍 里面有一点盐肉啊 对对盐肉泡馍是吧 我能说我不喜欢吃里面的馍 我只喜欢吃里面的盐肉啊 冰冰牛肉 尴尬了 因为我是个比较准的肉食 注意事 这里的话你们要上去一点 我刚才画下来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它是一个弧度往上面来的 对 虾的盐肉泡馍 锅馗 锅馗馗不好吃好吗 锅馗馗不这是比吗 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盐肉 就是嗯 在冬黄的时候 冬黄那边有一个 它它盐肉里面炒着这种饼 炒着那种很脆的那种饼 我不知道叫什么 忘记叫什么了 大概我觉得很好吃 好这个边边你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从后面往前面 往前面翻过来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 后面的颜色会很重 肉王胡辣汤是吧 我能说胡辣汤我只 有一次我去吃胡辣汤啊 我就把里面的那个肉 那个肉块块 不是那又小块一点 那个块块 全把它夹出来吃了 汤就没喝了 尴尬了 好 今天要不要脱弹不脱弹呀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杰克啊 这节课肯定画膜还有这么多细节 怎么可能画得完呀 就是这节课的话 我们稍微把这个重色的这个地方加重一点点 我们再画的时候稍微处理一下精致一点点 这里啊 因为这里是已经靠近这个苹果的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 所以再画的时候稍微处理精致一点点 天哪 我没有出过去过那摩啊 另外的话 你看苹果的这个后面 你看这个后面 它这里其实是一个往后面线上的去面啊 这个能明白吗 因为苹果它不是只有一个面 它是往后面延伸过去了 说后面的颜色气它会重一点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背光的地方 它是属于一个背光的地方 你看 这个是为什么 你看从这里开始 慢慢的到这个地方 它都是属于明暗阶线的一个暗部了 这个苹果一定好吃是吧 嗯 对 那你们如果是不能惊慨起来 那你就尝试着 尝试着惊慨起来好不好 慢慢的尝试一下嘛 哪个人都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很惊慨起来 除了极少个有这种强过正的同学啊 请我吃羊肉畅呀 可以呀 嗯 你们有如果是有同学来长沙的话啊 我带你们去吃我们这里最出名的小龙虾 还有我们这里的臭豆腐啊 那是如果是每次都点评到你的不够细的话 那你就一定下一次要注意了啊 尽可能的花细腻一点 没有了 因为小呃臭豆腐太太太太太太拉个什么了哈 它是一个小吃嘛 但是我们这里好吃的就是怎么说小龙虾还是比较好吃的 就说现在季节不对 现在的话小龙虾不是很好 没什么小龙虾 过到几月份啊 过到九月份到十月份左右吧 好 这里也是这样的也是个弧度 哈哈哈哈 你再长沙的你还好意思 叫一菲老师啊 嗯 你再长沙的你不要找我了啊 你不应该请我吃吗 你们那边也有吗 我们这豆腐好便宜的五块钱一份啊 找五块钱一份的臭豆腐 好 这里的话我们换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它这里是呃很多的这种色块 这种这种黄色块跟它挤在一起的啊 还有的话你看我们的这种水滴的话老师是流出来的啊 全部流出来不要去换颜色 十元就三块呀 太扣了吧 实际上就三块也太扣了好吗 这是这是九七的一个素材啊 他们要换红烧肉 给你们看一下啊 你饿死了 你可以去泡泡面呀 嗯 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水滴旁边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这种色块的形状啊 好 我们来这个地方是往这边过去的 这个地方的颜色会重一些啊 因为我说这里是属于它的棉椒线已经啊 你看从这里过来棉椒线啊 啊 这里 这里的话不能画太实了 因为它要虚掉 我稍微画实了一点点啊 只有脚的话不能画实了 它是要实掉的 好 画完这个苹果就一直比吗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这一段时间我都画了 画了几个苹果了 你看这个面的话是苹果往后面的一个面 所以它的颜色会重一点啊 我们就稍微画重一点 哎 现在从这里开始的话就是棉椒线的一个区域啊 就是棉椒线的一个区域啊 就是棉椒线的一个区域了 好 沙默你会有肉头 好了 慢慢的换了 往旁边啊 肯定会有骆驼呀 但是肯定不是野生骆驼啊 让你找渴死了 好了 我们还有几分钟呢 我们还有几分钟算 那我们就下课了 好吧 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我们下课之前的话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啊 老师一个上课 上课的一个步骤 我们现在来归纳一下 你看 首先的话 我们是用浅色 先把苹果窝的这边的黄色 还有整个画面它的黄色去 先去上一边色 是不是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先印的 可以用棕黄 在比较重的黄色 比如说像这种灰部 以及这种暗部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棕黄稍微把这个颜色 就是它重一点点 它是属于一个暗部嘛 是不是 它的颜色本身就应该再重一点点的啊 把这个地方画重一点点 第三步的话 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橘红啊 橘红 橘红干什么呢 我们稍微把苹果的一个红色的色块给表达出来 并且把这个条红啊 主要是把这个色块以及把条红给找出来 这是定两个步骤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后面的话 我再用到比较重的这种珠红或者说大红 再把逐渐的把整个画面该重的颜色 还有这个什么呀 这个素描关系 下节课的话 我也会把它慢慢的给它表达出来的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画苹果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步骤啊 学妹你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就说现阶段的一个步骤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给老师提啊 我们就再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准备一下下课了啊 嗯 有没有问题 啊 没有问题的话 就给老师刷一段香花啊 啊 一飞老师拜拜 是吧 嗯 你比我还着急啊 你们下课的话 怎么比老师还着急呢 不应该是老师要着急下课吗 对 你们如果是 呃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色调 大色调 加了一点点弄死 比较重的红色啊 你们基本上画的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好 下课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录播啊 先去巩固一下 如果是有哪里不懂的 你或者说下课以后再来问老师 啊 你觉得上色比起型要容易啊 它多好呀 对吗 好 你还想继续啊 不继续了啊 因为我们上课时间的话 两个小时 要保证你们能够把这个学会 不然的话一节课画往你们太累了啊 太累了 你们也很难去把它掌控好啊 老师 你都跟不上我的节奏啊 嗯 说说你们前面演节课 我这么建议的啊 你们前面几节课的话 我建议你们不跟着老师画 等到后面的话 你再跟老师画 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点跟不上啊 对 好了 那我们的话今天就剩这里了 我们就下课了啊 朋友们拜拜 早点休息啊